大家好,我是西瓜 最近听到了柯南最新一集上热搜的消息 这让我十分惊讶,特别担心 因为现在柯南上热搜大概率不是什么好事 但一番了解后,我只能说是我疏忽了 在柯南上周的下集预告里 柯南的最新一集就因为社长咽死豆沙池的预告 小小出圈了一次 但我却没有特别在意 因为上周放出这则下集预告的1084集 就是大和乌小的作品 我心说下周肯定得换编剧 而动画组怎么也不可能堕落到 又紧接着用它师傅 天地良心,中间高低得有个缓冲 所以纵然这个下集预告有点离谱 但我想着既然不是他们写 那应该也不会离谱到哪里去 可惜事实证明 是我低估了动画组的节操 并高估了其他编剧的水平 一个案子还没更新 就因为预告出了圈 其他编剧哪有这个本事 没错,果然是奢华轮营大师的师傅 普德义雄回来了 并以其更新频率约等于出圈频率的稳定文笔 带来了李李袁上普完全对得起预告的最新一集 就是这一集让柯南直接上了热棕 迎来了继微笑之箱后空情火热的话题座 当然大家应该还没忘记 微笑之箱也是他的作品 普德不说 我一直认为微笑之箱已经烂到不留余力 没想到老爷子小失拳脚 就又超越了自己 算了,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作品 今天说的是柯南最新更新的海外成本版1085G弹剑 甜品女的叙事师 这天,侦探队的三小只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洋房 洋房十分破败 但不久后就会重建 成为一座蛋糕工厂 这让三小只非常期待 打着手表手电就先来采取了点 不得不说 普泽一雄的无厘头 不仅记录在字里行间中 也渗透在画风里 就比如这三人明明在讨论甜品 表情却活像是要来抛尸 什么,你说太诡异了 来,来就笑一下吧 然而笑着笑着 眼间突然出现了一堆废墟 而废墟下 一只人手伸在外面 贪软无力 三小只的笑容瞬间凝固 但考虑到可能是一具尸体 三人突然笑得更加开心 不用惊讶 笑容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谁说看到尸体就不能大笑 然而听到声响 人手突然动了一下 接着便连人带手破图而出 原来这人不是尸体 这让三小只始料未及 措手不及 一声尖叫 就全部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柯南也正赶来这里 快到洋房时 他和一辆跑车擦身而过 很快 柯南来到了洋房 叫醒了三小只 三小只表示 他们看到一个红衣女人 从飞墟里爬了出来 宝不准是个僵尸 说出这话 真是网拍了这一星级 柯南小坐观察 发现地上有血迹 看来这个女僵尸还受了伤 于是为了查清其身份 四人沿着血迹照了过去 令人意外的是 女僵尸的血量非常稳定 几步一滴步步均匀 于是四人也找得十分顺利 很快就在一个甜品店 找到了女僵尸 令人意外的是 妹子已经悠闲地吃起了甜品 要不是她脚踝还在流血 衣服也有污渍 谁敢相信 她才大难不死地 爬出了一坨废墟 而看清妹子的模样后 柯南忽然意识到 妹子似曾相识 原来前几天 她和震弹队来这里时 这个妹子也坐在这个位置吃东西 当时三小只还谈论说 要在今天去洋房探险 想着妹子也吃完了 便阴着脸离开了 看来是甜品并没有美丽她的心情 四人又立刻跟上 就发现妹子走进了一栋大楼 大楼正是刚刚那家甜品店的制作工厂 四小时不能进去 柯南便带大家走后门 原来后门比大门还要宽敞 就在这时 一声轻叫从楼里传来 耗着有强大的肺活量 在大楼内外回荡 公司副社长眼镜哥闻声赶来 就看到公司的秘书小美 正瘫在一个小屋前 口中补住呢喃着社长 眼镜哥走了进去 立刻大吃一惊 只见小屋的洗手池里 浸满了红豆沙 而他的哥哥 也就是公司的社长 贪婪的把头埋在了里面 一动不动 死状微甜 眼镜哥冲了进来 就发现地上吊着一只手帕 从款式来看 是他媳妇的 于是他定了定身 偷偷塞进了口袋 话没转 眼镜哥把社长去世的消息 通知给了媳妇 鉴于这媳妇的玉金造型 有点出圈 我们就叫他玉金妹 玉金妹裹着玉金 表示刚刚都在洗澡 一言一蔽之 没有不在场证明 于是眼镜哥立刻串供 表示如果别人问起来 就说他们俩刚刚在一起吃饭 玉金妹只好答应 但挂了电话后 却怀起了眼镜哥串供的动机 难道凶手就是对象眼镜哥 柯南这边 三家只听到命案 让柯南在这里不要走动 便开始了分头调查 木警官很快赶到 小作了解后说了句人话 正疑惑时 毛利大叔突然冒出来提供了消息 他表示 死者是这家西式甜品工厂的社长 但最近也开始研制日式甜品 所以他有这么多红豆沙 木警官小作震惊 现在你出场都不需要油桶 直接空降了吗 在此毛利解释 他是来接孩子们的 毛利企图把协助说成顺便 以免人家吐槽他 每次都能正好出现 死亡时间是中午12点 射体发现着秘书小美 和副社长尹静哥被叫来盘问 小美表示 他有过在场证明 案发时他被压在了石块里 一个妹子平时没事 被石块压一压 不稀奇吧 小美表示 其实他和社长有应退 今天他们是准备 在废基洋房相约私奔 到底有谁在阻挡你们 小美表示 然而社长却迟迟不来 伤心之下 他就垂了下枪 结果枪突然倒下 并压实了他 直到听到少年侦探队的尖叫 他才醒过来 所以侦探队可以为他作证 这让一旁草丛里的柯南 听在耳里暗暗吃惊 原来这姐们知道我们在跟踪他 你们这一路又是成群小跑 又是大声议论 不知道才奇怪吧 话说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还躲起来 木槿官的队伍里 任何时候都有你的一席之地 接着 严静哥也说出了 他串供好的不在场证明 却立刻引来了柯南的怀疑 这时 光阴老定首先回来了 此当调查 他收获卖卖 原来社长最近想做日式甜品 但却遭到了严静哥和其夫人 玉姬妹的反对 这确实是个可观的动机 说着玉姬妹也赶到了 并也提供起了 创工好的不在场证明 可惜当局警察迷 旁观柯南京 马尔科一眼看出 这对夫妇在互相包庇 他们都以为对方是凶手 都在为对方编造不在场证明 所以你是咋知道的 真就直接读剧本 这时 木梅也回来了 看到玉姬妹 他立刻窝火 原来 刚刚玉姬妹停好他的红色车 冲过来时 不小心把布梅撞飞了 但布梅记得 玉姬妹身上很香 所以应该是刚洗过头 这时 袁他也带着消息回来了 他从普泽一雄那得知 社长生前一直在怂恿 眼镜哥夫妇 同意他在洋房废墟建立日式甜品工厂 这让柯南若有所思 想着 柯南收起了秘书小美 在废墟听到三人尖叫后醒来的事 这让孙小芝突然疑惑 因为事实正好相反 是女将士闲醒过来 他们才尖叫的 柯南再次若有所思 警方让三位行业人先去一旁休息待命 而三人一走开 秘书小美就提出要开个紧急会议 讨论一下这件事 这时 你是谁 为什么披着柯南的发型 穿着柯南的眼镜 只见柯南突然用侦探毕章反了下光 反到了眼镜哥的脸上 没想到侦探毕章在发明以后的一千多集 这个被时代淘汰之际 还能开发个新功能 眼镜哥性急败坏 你竟然反我光 我帮我当于那里 便拔腿去追柯南 追到树林宣柱时终于逮到 之后柯南突然回头冷冷到 眼镜哥吓了一跳 手中的小孩突然烫手 画面一转 眼镜哥回到了副社长室 月亲妹和小美光厚多时 为了给眼镜妹夫妇压压惊 小美端出了两块蛋糕 两杯饮品 只见着蛋糕和饮品 绿得令人发指 绿得劲分僵硬 不是抹茶的 就是有毒的 接着小美就退出了办公室 说等会就过来给二人收拾 哼 等会就过来开紧急会议 这时 毛里不忘监护人的职责 找醒了孩子 并终于在蛋糕厨房后面 找到了三小只 而与此同时 柯南已经在使唤高木 查点东西 毛里手语 你懂就行 过了一会儿 小美没有食言 回到了副社长室 然而室内此时 已一片狼藉 绿绿的蛋糕吃了一点 绿绿的饮品倒在桌面 而运机妹夫妇 不省人事 开会不能 小美夫起了笑意 我们木警官是越来越没排面了 三个行人排了一半 又被杀掉了两个 这排出运 堪比金田银 小美没有收拾 而是静止来到了三小只 自来的厨房后 在这里能通过窗玻璃 观看厨房里的风景 而此时 厨房里风景和谐 两位甜品师正蒙整面 研制甜品 看来大家都没有被社长没了的事 影响心情 区区社长就想影响员工做事 这种企业就不配来米花发展 小美跟三小只打了个招呼 并说起了自己的心情 她坦言 其实她真的很爱甜品 你的心情我能了解 说着又谈起了她在洋房里 被三人尖叫声吵醒了时 还表示多亏了三小只 做这个补在场证明 可惜小美机关算尽 却没算到 自己在普则异雄的剧本里 光焰一众心肠的告诉她 看到那具尸体时 他们并没有尖叫 而是在笑 这时 柯南也在身后出现 并淡淡戳破了小美的心思 其实 也是想利用少年侦战队 为你伪造一个完美的补在场证明 正要说个详细 毛泥设施的文科赶来 于是柯南没有犹豫 不知 大叔惨被爆头 转了两圈后 发现没有做的 便趴到了小美身上 一米八的大汗 让小美文字不动 逃走不能 于是柯南 就是开始了推理 点踢了点踢了 普则一雄还蛮浪漫的 然而 面对这个逐渐开大的剧情 小美却问了个正经的问题 可欣已经来不及 柯南表示 既然你这么问 出现了出现了 在案子临近尾声之际 普则英雄又想起了他 心爱的华尔兹 而经过这次比微笑之将 还要胜硬的植入 这位对华尔兹 迷之坚持的脚本事 终于让观众恨上了华尔兹 至少是产生了点阴影 叮 柯南轻轻一指 大叔立刻和小美翩翩起舞 而在这美妙的舞姿里 柯南到来了背后的故事 既大和无小刚用完毛利的纸片推理 这位大和无小知识 果然也冒足了进另辟蹊径 这次他不仅拓宽了毛利的实用性 证明大叔不管是战斗还是做的 活的还是死的 都可以用来推理 还丰富了毛科双簧的艺术性 证明华尔兹加推理是有搞头的 柯南到来了案情 这就要从一周前的甜品店说起了 那天在店里吃蛋糕的小美 听到了志弹队将在今天去洋房探险的计划 于是今天早上 他停歇去了洋房 设了个一碰救导机关 并在洋房和蛋糕店之间留下了讯息 这时小美就找到玉姬妹 让她去洋房拿文件 而玉姬妹到了洋房 果然就碰到了一碰救导机关 才被压在了废墟下 应一必知 被压到的其实不是小美 而是玉姬妹 你用这个机关直接杀社长多好 而且搞了半天 杀眼镜哥和玉姬妹时又那么随便 命运人家还在帮你凑仙音人 只能说认真我就说了 玉姬妹晕了许久 直到听到侦探队的笑声 这个表情梦会失去笑容的偶像 醒来后 玉姬妹就立刻回家洗澡 直到案发后才被叫回公司 而这个期间 小美就在公司上死了社长 不难想象 当时社长正在洗豆沙 不安 这臂里应该没少杀社长 不会是能唱起士能大叔跳华尔兹的人 我感觉我已经不会怀疑 社长这种动物的反抗能力了 好像它的存在就是爱莎的 这时小美就故意留下了玉姬妹的手帕 然后穿着玉姬妹被压实的同款衣服 来到甜品店 等候被血迹引来的侦探队 以上 是不是忽然觉得这个案子 好像是有点手法在里面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草点多的 让人放弃思考后而产生的错觉 比如如何控制让玉姬妹被压晕 而不是压死 如何让玉姬妹被压倒的同时 还能留一只手 在外面引人注意 如何控制玉姬妹不仅正好被压晕 还能在三小只过来的时候被唤醒 又如何确定震弹队不会立刻尾随 而是追寻血迹 不要说我交针 我可是在探讨手法上的问题 你看这个华尔兹我就没有分析 小美是个汉子 和大叔推拿的同时 还不忘让对方拿出证据 案子再离不也要拿出证据 于是可难表示被害者亲自作证 你看行不行 看玻璃 小美寻生勘据 剥离后的甜品是样貌熟悉 原来是没死的 眼镜哥和玉姬妹 一直在后面欣赏华尔兹 可难走了出来 到来了事情 原来她被眼镜哥抓住时 就提醒眼镜哥 等下不要吃抹茶蛋糕 里面不仅有抹茶 还有毒药 你怎么知道小美会准备抹茶蛋糕 你怎么知道 她会用下毒的方式 杀害眼镜哥夫妇 而且毒药还下在蛋糕里 我看饮料不也挺合适 真就直接读剧本 原来大家和明日诞之间 只查了最一本 活生生的证据 让小美软了膝盖 一个巴基 终于从华尔兹中解放了出来 这毒怪社长 她居然要在我深爱的 新式甜品公司里 研发什么日式甜品 我报告她原谅她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序区社长竟想左右冤工的决定 殊不止在米花的公司里 没人比社长偏移 同时我也不能原谅副社长夫妇 因为他们最后 竟然同意了社长的决定 你也不看是谁花工资 不得不说这个动机 确实对得起这个剧情 小美越说越变态 眼前还出现了各种稀释甜品 木银官过来收场下班 而小美顶尽一看 却看到他们散发着甜品品的光芒 再丑丑柯南和三小只 竟也一个比一个好吃 可以 凶手竟然凭自己的努力 踩遍了敦炮子的命运 这不得送进精神病院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我怀疑普则英雄 是不是写了一半 忘记自己再写柯南了 案子拉坏了 仿佛是用狗屁不同文章 生成性出入的脚本 运行则离谱的 让人已经无法怀疑其实力 而是开始揣测他的背景 到底是什么背景 让他能在柯南里如此放肆 这样动画组都老老实实 动画化他的作品 我甚至都觉得 对不起本周的下集预告 没错 下周将播出 柯南的官方方外景笑片 三外景海外版正片 可以说比基德三外还有牌面 到时候就只有帅哥 某科估计就起个暴谷作用了 我忽然对本集崩坏的原因 有了一个猜测 普则三线 下周我们要做景笑片 所以这一周一定要跟 这个景笑片预告 无论如何要放 所以质量要求 咱可以放宽 靴头上面拧就不择手段 于是他就想起了 他的话题度救星 华尔兹 而这也成功成为了 让本集出圈的 决定性的生来之理 这期说到这了 再见